只要回到上班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开始去上课的环境 很快他们就会强迫自己 赶快努力认真起来 我们来看天秤座 收心金句 大家都在你身边支持你 别担心哦 天秤座是不太喜欢有大变动的星座 好不容易习惯了放假的节奏 收假又把心理的平衡感和习惯感给打破了 这对于天秤座而言 这会很不舒服 所以每当他们收假前一晚 就会陷入一种恐慌 想着自己哪里都没有准备好 整晚都在焦虑 是不是这个没有准备 那个需要准备 在家里夺步 对他们来说就是解焦虑的方式 毕竟天秤座很重视家庭和友谊 所以廉价期间 势必他们会探亲访友 身边多有朋友和家人陪伴 感受亲情友情的温暖 会让他们找回一些乐趣 可是放假过后呢 却被迫跟一群不太熟悉的人相处 尤其是远在他乡的工作朋友们 如果你们是天秤座 根本就会感觉自己是孤身漂泊 无人陪伴呢 这种狂欢过后的强烈反差 造成了情绪上的难以适应 各种不良的反应也就伴随而来了 因此对于天秤座而言 是需要给他们一些支持感的哦 例如让他知道 亲朋好友都是很关心他的 他才有办法从那种收价的失落感中 收回来去上班上课 或许天秤座可以在收价过后 随身期待一些有纪念价值的小物 帮助自己稳定情绪哦 天秤座需要收心指数三颗星 我们来看天蝎座收心金句 绝对不能让你看出 我有没有廉价正后群 天生喜欢神秘感的天蝎座 就算连假期都要神秘过人 说实话在假期开始前呢 大家可能都问不到 天蝎座放假的时间要做什么 毕竟他们可能都会回答你 不知道啊 还没计划好啊 你就休息嘛 但实际上呢 他们已经有满满的假期形成咯 但天蝎座最神秘的就是连假期放完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他放假的时候是在哪里度过的 所以你根本无从感觉起 他需不需要收心 你只觉得他看起来好像精神变好了一点吗 好像心情变好了一点吗 对于天蝎座而言 放假就是一个你自己的时间 这段时间 他是私密的 自由的 他可以完全安排自己想要的行程 所以基本上收心这个问题对于天蝎座来说问题不大 因为他是一个不想让别人轻易猜透他想法的人哦 他自然也会去掌控他的心情 不让你看出来连放假完他是否特别的失落或者有没有影响了他的心了 当然天蝎座的心理对于收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开心哦 毕竟他们算是任分的星座 只要回到上班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开始去上课的环境 很快他们就会强迫自己赶快努力认真起来 因为人生还是要过下去了 天蝎座需要收心指数 两颗星 明天我们再来讲其他两个星座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